天生我有才到底是唱歌还是演讲 三十岁的女人 你选择这个是吧 来吧 你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呢 你没有必要听别人的想法 你很重要 三十岁 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独立见解 老张你怎么那么讨厌 人家有独立见解了 你却反而去干涉人家 到现在为止最喜欢干扰它的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愿意看到 你把自己不成熟的都拿出来 你岂不是很惨吗 行了 卖好你的米吧 我反对 反对什么呢 第一个大家说 她是个三十岁的女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受委屈了 我觉得她是个小女孩 我们应该保护她 个人觉得她做记性的演讲 三十岁女性的演讲的时候 优势不明显 而唱歌呢 是她做了这么多年的 所以我就坚持 让她做她更擅长的事 也是希望呢 她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你自己做选择 想唱歌唱歌 想得怎么样怎么样 你自己来 或者唱歌跟她一起来都行 一起算了 我先讲一下一分钟 三十岁的女人 应该有了一个状态 不急不虚 踏踏实实 畅想未来 并且呢 能够做好眼前 能够出得了厅堂 也能够下得了厨房 能够站在男人的背后 为她的事业加油 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事业 这是我觉得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 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谢谢大家 非常好 非常好 很棒啊 那我再把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唱一下吧 我们的梦想 不只是放在心上 也藏在心底 那爱的秘密 打蛋最虚 等待时机 谢谢大家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选手你的表演 啪啪地打老张的脸 为什么呢 老张的观念里面 就只能梦想和现实二选一 而你两者结合 你走了第三条路 做了第三种选择 特别好 我觉得她很像 很适合做女朋友 但是在职场上面 今天大家已经展现 都是你的爱好 我觉得更像相亲 就我觉得马仁你说的对 就她其实性格很好 然后一看就是在被爱中围绕着长大的女孩 所以她没有危机感 有安娜 你觉得让你工作的原动力是什么 原动力 肯定有一部分是 自己的一个追求 就是经济这块的 那我要 我要自己能够养活我自己 并且我也要担负起养我父母的责任 工作的原动力是什么 除了金钱还有两个字 你记住叫热爱 错了也没关系 谈到责任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谈到了对自己成长 未来发展的责任 也谈到了什么呢 他对父母的责任 这个还是让我挺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看到你简历 你各处都是爱好 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你的专业 包括你刚才在说 你的三十岁那种描绘的美好画面 其实我能看到的是什么 你期待围着老公去转 做他后面的那个女人 你的每一句话都离不开 就是一个别人是谁 那么我特别想问友安 你自己是谁 你给别人带来了什么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你为了你的梦想 你可以放弃什么 他们给我了很多不同的建议 有人觉得我可以 希望我坚持 也有一些企业家 希望我放弃 我觉得我在因为创作这块 我可能会有所坚持吧 但是职业上面的那个 该做的一些工作 肯定还是要做的 从整个的面试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在想这个女生到底该干什么 面试到后半段的时候 我发现她曾经还做过英语教学 而且她这种性格又特别好 她如果在绿城教育做婴幼儿的 是 英语教学她应该不错 没错 我留到现在 其实我特别想说 友安你不要放弃你身上的任何一个梦想 你所有PPT展现的 你所表现的技能一个都不用放弃 这份工作可以结合你所有的梦想和技能 还会做饭 没错 对吧 给孩子们唱歌也是一样的 而且幼儿园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环境 她就很天真嘛 其实友安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 优秀的幼儿园老师的一个人设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社交数据解读 网友安追求完美 不管外在和内在都有极高的要求 她涉猎广泛 关注风险投资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 还有两转灯 直接进入弹弦不上感情 来 绿城教育来给她的岗位是什么 助教 助教 对 工作地点北京上海都可以 我们在长白山下打造一个恩都里的道明小镇 这里边有综合性的演出 然后你可以做项目助理 工作地址在北京和长白山两地跑 两边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的是 就是我在您公司的一个职业方向 是什么样的方向 那作为老师来讲 如果从艺术开始做 上升通道是二主主讲 那平行的还有各个远的老师 可以做明星级的老师 那从管理的岗位上 你将来如果把这个教师 选做你的一个终身的职业的话 你可以考园长证 你可以将来自己可以开个幼儿园 我们这个恩都里小镇 是打造中国道明第一镇 这里面会有很丰富的内容 你的才艺 包括你学这个太语之类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地方 都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你先做助理 然后逐渐逐渐进升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绿城 恩都里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恩都里 恩都里 去吧 进入结合